今天看哈巴谷书第三章 我们今天要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 大家都很兴奋 大家都很兴奋 所以我们都有一点混乱了 所以我们都有一点混乱 哈巴谷书第三章 我是唱不到的 我是唱不到的 我唱到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 我唱到就是自己一个人 其实我很喜欢唱 喜欢唱新歌 就是把圣经唱出来都会 就是把圣经唱出来 不过我的信心只是我一个人唱 我的信心只有我一个人唱 只有我和圣灵而已 只有我和圣灵 有人在我就是怕丑 有人在的话我就会害羞 我给哈巴谷书第三章的题目是 信任中等候神审判全地 我给哈巴谷书第三章是 信任中等候神审判全地 神对全地的审判 神对全地的审判 神知说 神知说 我要相信他 我要相信他 我要等候他 我要等候他 神的审判是全地 神的审判是全地 第三章和第二章是紧接着一切 第三章和第二章是紧接在一起的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 第二章的第三第四节 因为这异象 即是默示 有一定的日期 因为这异象 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 并不去放 虽然迟延 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 不再迟延 并不许皇 虽然延迟 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领导不再延迟 就是很快的领导 但是在哈巴谷年代 又不是立刻领导 但在哈巴谷年代 又不是立刻领导 不会辞严 很快 但又不是当下 所以他说 要让这个异象 读出来 是可以边走边读 就是意象读出来 可以边走边读 我们就翻为易读 我们就翻成易读 容易读 容易读 就是说 其实你一路发展下去 你一路读 一路就会明白 就是一路发展下去 你一路读 你一路就读 是很快的 很快的 第四节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为义人恩信得生 第四节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为义人应信得生 义人是 坚定 不动摇 这个义人就是能够 起来立得正直的人 其实就是在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来攻击的时刻 就是加勒底人在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在攻击的时刻 或者面对着 加勒底人这样做 或者面对加勒底人这样做 面对着 巴比伦的攻击 面对巴比伦的攻击 不动摇的人 不动摇的人 就是在信仰 对耶和华的心 和跟随 坚定 不动摇 就是信仰 跟随耶和华 那个信仰 不动摇的人 立定的 立定的 在信仰上 没有跌倒的 在信仰不跌倒的 就会得生 就会得生 就是义人恩信得生 就是义人应信得生 面对着巴比伦的攻击 仍然坚持 相信耶和华的 他就是 会得着生命 他会复兴 面对巴比伦的攻击 他仍然坚定信仰 以后他就能复兴 得生 其实愚文就是复兴 得生 圆文就是复兴 就是他被保存下来 他成为愚文 他会复兴 他成为愚民 他会复兴 坚定跟从神 坚定跟从神 虽然面对巴比伦 加勒底人 他都会复兴 哈巴古书第二章的第五节 去到第二十节 哈巴古书的第二章五到二十节 就是一年有 一 二 三 四 五个和灾 就是一年有五个灾 五个和灾 这个是在先知的预言里面 是很有名的 在先知预言里面是很有名的 就是和灾哪个 和灾什么 和灾什么 就是和灾什么 和灾什么 和灾什么 就是一个 就是说话 这样传出来 就是一个说话 传出去 就是预言 就是五个和灾的预言 就是五个和灾的预言 就是解释前面 二人因信得生 这五个和灾的预言 就是解释前面 一人因信得生 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 他们是不好的 他们是不好的 他们心不正直 神会审判他们 神会审判他们 一人在面对加勒底人的攻击 必然会复兴 就讲到五个和灾 就讲到五个和灾 其实就是解释着 二人因信得生 就是来解释 一人应信得生 我昨天都讲到 这五个和灾里面 有消极面 有积极面 我们昨天也讲了 这五个和灾 有消极面 有积极面 消极面就是不义的人 必定面对审判 消极面就是不义的人 必定面对审判 全地如是 全地都是 加勒底人如是 加勒底人是 列国如是 列国也是 都凡是不义的 必定面对审判 必定面对审判 但是积极面 但是积极面 就是讲到 对神的认识 神的荣誉会彰显 就是面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荣耀要来彰显 以后话神的手 大家都会看到 以后话神的手 大家都看见 右手大有能力地举杯 给一些 攻击以色列 攻击列国的军队 他的右手 大有能力 要举杯 面对那些 攻击以色列的人 他审判 巴比伦 他审判 巴比伦 他也会审判 那些拜偶像的人 他也会审判 那些拜偶像的人 特别是在 有大国里面 拜偶像的人 拜偶像的人 他们会看到 神大有能力的手 他们会看见神大有能力的手 所有的人都要在他的殿中 宿敬静默 所有人都在他的殿中 宿敬静默 就是他们会看到神的作为 就是他们会看见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是审判 神的作为是审判 神的作为也有积极的一面 神的作为也有积极的一面 他会审判巴比伦 他会审判巴比伦 各国城下的会起来 是抢回这个巴比伦 各国剩下的人 会起来抢巴比伦人 抢回巴比伦 巴比伦是会灭亡 就是他们会去抢巴比伦 但巴比伦人是会灭亡的 所以先知那个问题 那么恶的巴比伦 神你都会忍得去吗 神说我会用他 我也审判他 各人要面对自己的暴力 各大力的暴力的效果 自己要面对自己的暴力 还有暴力所带来的后果 这就是耶和华神 神让先知看到 他是这样一位的神 神让先知看见 他是一个这样的神 他不是没有道德的 他有他的个性 是良善 他是审判的主 他是审判的主 他必定审判 二他必定审判 二人因信得生 二人因信得生 就是上一章所说 这是上一章所说的 先知就听了神所说的 先知就听见神所说的 神的默示 神的异掌 临到先知 神的意向默示 领导先知 第一章就是说先知心中的重担 第一章就是说先知心中的重担 他就祈祷神就回答他 他就祷告 神就回答他 第二章就是再回答先知的问题 第二章就是再回答先知所问的问题 第三章就是先知又所看见的 第三章又是先知所看见的 他对第二章神所说的 他对第二章神所说的 他的回应和祈祷 他的回应跟祷告 这个祈祷也是他在灵里所看到的 这个祷告也是他灵里面所看见的 用他灵里面来祷告 其实他所看到神的意象之后 听到神的声音之后 听见神的声音之后 他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他所看见的 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十五节 就是第三章的第二到十五节了 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 调用流离歌 先知一开始第一节就说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是调用流离歌 流离歌流离的意思是失常 流离的意思就是失散 失惨 那他的纸巾就是漂流的意思 纸巾就是漂流的意思 所以我们翻为流离 我们翻为流离 就是wandering 就是wandering 周围飘荡 就是不正常 就不正常 那这个是 就是用这个调 就是用这个调 其实就是整首歌的mood来的 就是整个诗歌的mood 第二节到第十五节的情感 二到十五节的情感 就是失常 就是失惨 就是 残 流离 就是流离 失常 飘流 飘流 其实是被老 就是被老 即是先知已经有一个 以色列要被老的情怀 就是先知有一个 以色列被老的情怀在里面 在这个情怀当中 我们看到 在这里有 一 二 三 四 四个小段 在这个情怀的当中 我们看到有四个小段 第三章我将它分为两大段 第三章我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 第一节到十五节 第一大段是一到十五节 这里就是流离歌 就是流离歌 第二大段是十六到十九节 第二大段是十六到十九节 这个流离歌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 这个流离歌就讲到神的审判领导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和第十六节又很特别的 第二节跟十六节又很特别 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第十六节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 发战 骨中 扭拦 十六节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发战 骨头朽烂 第二节的名声跟十六节的声音是同一个字 第二节的名声跟十六节的声音是同一个字 所以看到无合本那里就是名声画作言语 所以看到合本的名声后面就是作言语 其实名声声音都是神的话 其实名声声音都是神的话 这里是指什么呢 这里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上面第三节至到第二十节 就是指上面第二章的三节到二十节 神跟先知所说的话 当第二章神的话这样讲出来的时候 神说你要把这个默示写下来 让后来的人可以边走边读 让后来的人可以边走边读 加勒地人自高自大 身不正直 为二人恩信得生 加勒地人必然会和在面对审判 贪财的人必定面对审判 贪财的人必定面对审判 不义的政府会面对审判 不义的政府也会面对审判 不义的军队那些暴力也会面对审判 不义的那些暴力军队也会面对审判 分别我讲了就是他们的五个和 分别我讲了五个和灾 先知听到这五个和灾 先知听了这五个和灾 他也听到加勒地人是怎样 他也听到加勒地人是怎样 他也听到神说二人恩信得生 紧紧跟随神的人 紧紧跟随神的人 在这些审判当中 在这些祸患当中 仍然紧紧跟随神的人 他们会复兴 在这个祸患当中 紧紧跟随神 他们会得着复兴 他就写了这首歌 他就写了这首歌 就是《被鲁之歌》 就是《被鲁之歌》 我们可以讲过 《流离歌》 第二节到第十五节 就是这个《被鲁之歌》 第二到十五节就是这首《流离歌》 这里有四个小段 分别有三个细拉 所以第三章的下半 九章下半 以及第十三节的尾 都有细拉出现 这三个细拉就将这首《被鲁之歌》 分为四个段 这三个细拉就分成四段 第二节至三节上半 二节到三节的上半 神愤怒的审判领导 他就唱出神的审判领导 我从第二节那里开始讲 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 福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 显明出来 在发露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先知向神的祷告 先知向神的祷告 在这个流离歌的前面 在流离歌的前面 他说他战惊 他说他战惊 他听到神的声音 他就害怕 他说神啊 你要审判 神啊 你要审判所有不义的人 你要审判所有不义的人 而在这个审判的年间 求你福兴你的作为 求你福兴你的作为 我们留意 那我们留意 在这些年间 福兴这个字 这些年间 福兴这个字 和前面 还有前面 二人必恩信得生 一人必因信得生 那个得生 得生和福兴 是同一个字 revive 得生和福兴同一个字 revive 前面就是 紧紧跟从神的人 会是被福兴 前面就是 紧紧跟随神的人 他们是会福兴的 所以他这里就接着神的话祈祷 这里他就接着神的话祷告 神啊 在你审判的时候 神啊 在你审判的时候 在你发怒的时候 你要纪念你自己的话 你要联敏你自己的羊 你要联敏你自己的羊 联敏你自己的羊 联敏那些紧紧跟随你的羊 联敏那些紧紧跟随你的人 不会因为巴比伦的攻击 而是离开你的人 而离开你的人 你复兴他们 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叫你的作为显明出来 显明你是以怜悯为念 你虽然是愤怒领导 审判领导 审判领导 但是仍然是有怜悯 但是仍然有怜悯 怜悯的意思 就是这样 应该叫做非法出来 应该请非法出来 假设师母是非法 假设师母是非法 就是这样 抚摸 在审判的时候 在审判的时候 很害怕 对不对 很惨 很艰难 但是神 但是神 摸着你 在你发怒的时候 在你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你以怜悯为念 好 多谢师母 谢谢师母 表演得很好 表演得很好 其实呢 其实呢 前面 第二章的五个祸灾 第二章的五个祸灾 将来我讲到会讲的 将来我讲到会讲的 我昨天已经觉得 在来着的主神 我们要讲哈巴谷书 昨天已经决定 接下来的主神 讲哈巴谷书 是昨天晚上的感动 但是那五个祸灾里面 在这五个祸灾里面 其实是看到神大能的手 其实是看见神大能的手 现在在这里看 神大能的手 是审判的手 但是也都是安慰的手 但也都是安慰的手 在审判的时候 在审判的时候 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摆在偶像 那些行邪述的 你审判 用能力的审判 他们都会领导审判 但是对跟从你的人 但是对跟从你的人 大能的手 要安护 大能的手 要安慰 安慰 发怒的时候 仍然怜悯为念 仍然以怜悯为念 接着就讲神出来 然后接着就讲神出来 神从提慢以来 圣者从巴兰山林到 神从提慢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林到 神的审判 就是神自己 神自己 神的审判 神自己的显现 神自己的 显现 神显现出来 是一个愤怒的神 审判的主 审判的主 但是先知 求你神 你今晚林到的时候 但是先知说 神啊 你将领导的时候 我相信 二人 恩信得生 相信 一人应信得生 我信任你 我信任你 求你以怜悯为念 求你以怜悯为念 第一个小段 第二个小段 三节下半 九节上半 第二个小段 三节下半到九节上半 神的能力审判 列国 神的能力审判列国 审判全地 审判全地 因为这里提到孤山 孤山提到米甸 提到众之派 这里提到孤山 提到米甸 提到众之派 孤山 孤山 米甸 米甸 还有众之派 就是提到列邦 提到列邦 也提到以色列 也提到以色列 神的能力审判 临到全地 神的神派临到全地 祂的荣光遮蔽 朱天 重赞充满大地 祂的珠光遮蔽 朱天 重赞充满大地 这个荣光就是神的显现 神显现荣耀的形状 神显现祂荣耀的形状 我们翻为荣光 神有很大很大的形状 显现出来 祂的很大很大的形状 显现出来 遮蔽着朱天 遮蔽了朱天 重赞充满大地 宋赞充满了大地 神显现出来了 天使都重赞祂 天使都送赞祂 祂的辉煌如同日光 祂的灰煌如同日光 祂的形状 很光的光 都好像日光 祂的那个形状 很光的光 如同日光一样 祂的手里射出光线 其中藏着祂的能力 祂的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祂的能力 祂的手里射出光线 原文是角 这个光线的原文就是 角 就是祂的手里面有角 就是祂的手上有角 其实就是有能力 我们翻为光线 我们翻为光线 祂藏着能力 藏着能力 就是祂有能力 有能力 是有能力 有能力的 在祂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祂脚下有热症发出 祂在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祂脚下有热症发出 今天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特别有感觉 我们今天读到这里 特别有感觉 神显然 神显现 其实是神的审判能力 其实是神的审判领导 犹大国充满不义 犹大国充满不义 烈国充满不义 烈国充满不义 神怎么样除去这一切的不义 神怎么样除掉这一切的不义 神兴起巴比伦 神兴起巴比伦 在昔日犹大的年代 在昔日犹大的年代 今天呢 我们也都看到烈强争霸 我们也看到烈强争霸 是烈强去争霸 是烈强去争霸 到今天 其实我们看到神 是真的用瘟疫 用灾病 用灾难 用瘟疫灾病灾难 天然的灾难 主日见圣提到 全地都是受灾 主日见圣牧师提到 全地都受灾 现在 尼日犹有另一个灾 现在 临日犹也有另外一个灾 很快的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突然之间 百多人就死了 一两天之间 不知道是什么 圣经说 审判的时候 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站立了大地 大地震动 大地震动 港散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灵塔坑 他的作为与古石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 遭难米电的万子战经 我见古山的帐篷 遭难米电的万子战争 烈国是受到审判 耶和华你乘在马上 坐在得胜的车上 岂不是起于江河 向江河发怒 是向阳海发奋行吗 你的功全而显露 向众志派所起的誓 都是可信的 神用灾病 用瘟疫 神用战争 神用战争 知识一切的不业 神的审判 是临到列国 临到以色列 第九节至下半节 到十三节 神则打列国 拯救神自己的八成 在审判当中 先知的祷告 先知的祷告 先知也都是看见 神在杂打列国 也都要拯救他自己的八成 当然他自己的八成 也都面对灾难 灾难 第九节下半 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岭见你 无不战惊 大水泛滥 过去深渊发声 空涌翻腾 因你的箭射出 因你的枪 闪出光耀 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奋行通行大地 发怒气 扎打列国 如同打梁 你出来 要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受告者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露出他的脚 直到颈寒 第九节后面 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岭见你 无不战 大水泛滥过去 深渊发声 汹涌翻腾 因你的箭射出 发光 你的枪 闪出光耀 日月都在 本宫停住 你发奋行通行大地 发怒气 则打列国 如同打梁 你出来 要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受告者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露出他的脚 直到颈寒 这个以色列的 秘鲁之歌 这个以色列的 秘鲁之歌 我们这几节又看到 神是择打列国 我们自己也看到 神择打列国 他的箭射出 他的箭射出 他的枪射出 他的枪射出 他的神神 日月都要停止 日月都要停止 但是他的箭 射向列国的时候 他也要拯救他的百姓 拯救他的受告者 他的箭射出 列国的时候 他也要来拯救他的百姓 他的受告者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他要打破巴比伦的头 他要打破巴比伦的头 这个是一个小段 然后第四个小段 神审判 巴比伦 或者用圣经说 神刺透巴比伦 你用敌人的割毛 刺透他战士的头 他们来如旋风 要将我们分散 他们所喜爱的 是暗中吞吓贫民 你乘马潜踏红海 就是潜踏洶涌的大水 来攻击以色列 神你是用割毛 刺透他们的战士 神是用割毛 来刺透他们的战士 来拯救你的受告者 来拯救你的百姓 来拯救他的百姓 在你愤怒的时候 你以怜悯为念 义人必恩信得生 神你会拯救的 神你会拯救 巴比伦是不义的 你必定追讨他 你必定追讨他 以色列会被掳 犹大会被掳 犹大会被掳 但是神你会审判巴比伦 但是神你会审判巴比伦 最后犹大会复兴 义人必恩信得生 是秘鲁之歌 是秘鲁之歌 流离歌 先知所看到的 也是他的祈祷 也是他们的祷告 我们最后来看 第二大段 十六节至十九节 应该是十九节 对 十九节 审判中信任神等候审判 信任 信任 我不用信心的信 我不用信心的信 这里是信任 这个是信任 大题目都是信任 大题目都是信任 一来我们说 有爱有信任 我们信任神 我们信任神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但是神这样审判全地 其实有神的目的 神整派全地是有目的的 我们要信任他 我们要信任他 信任这个字 也都来自这里的 二人恩信 那个信任 其实就是不动摇 信任这个字 也是从 一人应信得生的这个字 就是不摇动 信任中等候神 审判敌人 信任中等候神 审判敌人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发战 骨中扭拦 我在我所立之处 战惊 我只可安静等候 灾难之日临到 梵境之闻上来 真是很悲哀 很悲哀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发战 骨头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战惊 无止可安静等候 灾难之日临到 犯境之名上来 真的是很悲哀 神说迦勒底的大军会来到 神说迦勒底的大军会领导 但是神最后会审判迦勒底 神最后会审判迦勒底 神也都要叫犹大可以复兴 神都要叫犹大可以复兴 我听见神这样的声音 我就身体战惊 嘴唇发尖 骨中都烂 我听见神这样的声音 身体都发脏 嘴唇都烂了 那个骨头都发脏了 痛苦 战惊 死亡 痛苦 战惊 死亡 骨都烂了 我在我所立之处战惊 我在我所立之处战惊 祂说我要站在我的守望所那里 望下神 和我所说什么 然后神跟我说什么 我要和他对话 和他诉冤 这是第二章所说的 然后听到神的声音 他说我就死了 我就死了 好怕 我没有话可说 神那我无话可说 我只可以安静等候 灾难之日临到 犯境之明上来 我只能在那里看 加勒底人来攻打我们 将我们消灭 加勒底人来攻打我们 消灭我们 虽然无花果树不法忘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园中绝了阳 庞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恩 也和我欢恩 恩救我的神喜乐 虽然我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解雇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阳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 欢心恩救我的神喜乐 没有了生计 经济很差 经济很差 没有了钱 没有钱了 没有得吃了 没有得吃了 田地不出粮食 园中绝了阳 田地不出粮食了 圈中缺了粮 植物动物都是不效力 植物动物都不效力 都没有了 绝了羊 一只羊都没有 一只羊都没有 棚内也没有牛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国破家亡 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了 身无分文 家都没有了 家都没了 因为迦勒敌人来到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 欢恩 恩救我的神喜乐 我要因耶和华 欢心恩救我的神 但是神说 一人恩信得生 最后还有希望 最后还有希望 最后还有生命 最后还有神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有神的慈爱 但我有神的慈爱 我跟着神 最后仍然会有希望 最后仍然有希望 我就要有 因为这小小的希望 我欢迎 我要因这小小的希望 我发心 恩救我的神喜乐 恩救我的神 我的神说 我们要复兴 我的神说 我们都会复兴 我就等这个复兴 我就等这个复兴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 快如无路的体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祂使我的脚 快如无路的体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好 祂使我的脚 快如无路的体 稳行在高处 祂使我的脚 快如无路的体 又稳行在高处 你见过无路在高处吗 那些峭壁之间 那些鹿在那里飞跃 那些鹿在那里飞跃 很幼的脚 那他很细的脚 跳啊飞啊 跳跃在那个艰难的绝境当中 跳跃在那艰难的处境当中 虽然是绝境 虽然是绝境 但是它使无路 它是稳行在高处 它在那里跳来跳去 跑来跑去 不会跌倒 现在世界艰难 现在世界艰难 由大国面对这个绝境 由大国面对这个绝境 神啊你使 愿意跟从你的人 主啊你使愿意跟从你的人 他的脚好像无路的体 在这个艰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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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在高处 运行在高处 可以好像无路这样跳跃 好像无路这样的跳跃 因为我们相信你 信任你 今天我们面对着瘟疫 今天我们面对瘟疫 也都面对着经济 不容易的 也面对经济不容易的 来的经济环境 会不容易的 接下来的经济环境 不容易的 政府说会比SARS 就是预测会比SARS 之后更加的不容易 政府预测会比之前的SARS之后 会更不容易 但是我们有满满的信心 我们在信任当中 就是跟全地一起去经历 这个审判 跟全地一起来经历这个审判 最后这个COVID-19 一定会被赶走 一定会被止住 知不知道COVID-19 大家都知道 刚刚昨天说的 世卫的定名 这个病毒一定会被消灭 神会审判这个病毒 神会审判这个病毒 义人必因信得胜 义人必因信得胜 我们在信任当中 我们往前行 我们在信任当中往前行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你的脚 如无路的体 稳行在高处 你的脚如目录的体 稳行在高处 快快地越过这一切的艰难 快快地越过这些艰难 进入复兴当中 进入复兴当中 复兴在前面 我感谢神 这十九年来 我们教会都在复兴当中 这十九年来 我们教会都在复兴当中 现在面对这个灾难 我们会进入更大的复兴 我们会进入更大的复兴 愿神保守我们 愿神保守我们 感谢观看